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智能医疗理赔中我们可以根据报告指出 亚太地区保险业它因为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增加 法规松绑 所以保险业十分渴望搭上人工智慧的浪潮 简化繁琐的内部流程 加速审理的速度 实际上日本保险业巨头复国生命保险 早在2017年就引入IBM Watson Explorer 来协助审核保险索赔个案的医疗证明 过往的医疗记录 手术金额等等的资讯 去加速理赔的程序 来决定理赔的金额 而他们的成效引入这套系统的成效 他们处理效率上升30% 那他们精简部门达到四分之三的人力 那最后他们每年可以节省1.4亿的日元 那我换算一下这个大概是3500万台币 也就是大概是高国豪 最近跟新竹工程师签下的这个合约 那医疗理赔最主要要组合的 要审核的就是这个诊断证明书 那我这里选择是台大医院诊断证明书作为范例 那里头有诊断病名医生主研等等 那这些都是非结构化的资讯 那我们最希望就是从这些非结构化的资讯 去提取出有意义的实体 什么是有意义的实体 例如入院日期 出院日期 手术别 处置器官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理赔的时候会去看的一些资讯 那有了这些结构化的资讯 我们会快速的去建档 那减少冗藏的处理时间 加速理赔的速度 那提高理赔的判断精准度 那智能理赔中 我们会怎么去做呢 第一个首先这个诊断证明书是一张纸 我们会先透过光学资源辨识 去将这些非结构化的文字 转换成文本的资料 接着我们会使用自然源处理范畴里面的秘密实体识别 来对这些文本资料去做萃取 希望能够萃取出我们想要的结构化资讯 像是诊断病名是大肠癌 入院日期是西元2019年10月5日 急诊日期是这个 门诊日期是这个等等 最后这些结构化的资讯 我们会存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过往的理赔处理程序呢 我们一般就是用人力的方式去做 也就是人工登打这些记录 这些诊断证明的记录 那再来去人工去识别这些资讯 那可以想象这个非常的耗时也耗人力 而且没办法批量的去处理 也会增加审核理赔的程序的时间 那同时呢这个人工识别资讯呢 也没办法去完全的控制这个品质 所以有可能也会增加理赔程序的错误 导致后面更麻烦的一些措施的事情这样 那在这次演讲呢 我们会着重在命名实体识别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献说 假设我们已经拥有了完整无误的文本资料 等着我们来去萃取 那等着我们来去萃取这些有意义的实体 那在自然语言处理这个领域当中呢 我们传统上会使用序列标注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 那什么是序列标注呢 以这段医生主言为例 我们会让每一个字都拥有一个标签 举例来说像这个病 我们会有一个标签叫做All outside 也就是这个病 它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实体 患也是鱼也是 那可以看到C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有一个标签是B急诊 B急诊代表的意义是这个C这个字 是急诊日期实体的Begin 一开始的这个位置 那I急诊呢 也是另外一个标签 而这个代表的意义是 急诊日期实体的Inside的位置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B急诊跟I急诊 他们所构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急诊日期的这个实体 所以病患于西元2019年10月5日 至本院急诊的标签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可以看到同理 在这个出院日期呢 也会有一个相应的B跟I的标签 在门诊日期呢 也会有相应的B跟I的标签 那我们稍微用一点点的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X呢代表的就是医生主研 也就是病患于西元2019年10月5日 至本院急诊这里等等的文本质量 就是从X0到XN 那Y呢就是他们相应的标签 也是下面这里 而可以看到这些相应的标签呢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一个我们预定一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事前我们会先去了解 我们的我们的任务呢 是需要抽取哪些实体 像是急诊日期 门诊日期 出院日期等等的 或是手术别等等的 我们再去转换成B跟I的这些标签 那当我们整理好这些资料之后呢 我们会希望模型 帮我们找到Y跟X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这些标签 跟这些文本资料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这个等于呢 可能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会希望是非常接近的 那这个模型我们会采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这个F of X 我们会采用什么东西呢 在现今这个自然源处理领域里面呢 我们会采用Transformer的为基础的模型 来协助我们找到这一层的关系 那根据前人的研究呢 我们采用两阶段的训练 也就是预训练呢 跟第二个阶段是微调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Transformer的 为基础的模型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所谓预训练阶段呢 就是我们会先让模型呢 去学习一般的自然语言 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 没有特定为了什么任务去学习 实际上呢我们会让模型去学习 第一个任务是科漏字测验 第二个是我们去预测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讲 如果我以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来讲 命名实体应用于精准医疗服务 第一个任务 科漏字测验我们就会 故意去把医疗 或是其他地方 把它掩蔽住 我们会希望模型呢 去帮我预测出医疗这个字出来 第二个呢 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有一个文本资料 我一样以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来讲 命名实体应用于 精准医疗服务以智能理赔为例 我们会希望知道 让模型知道这两个句子是有前后关系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任务呢 我们会去让模型学习到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 那可以特别注意到的是 在预训练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特别去标注资料 因为这些资讯呢 都是本来就有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max各种位置的地方 去预测出原本它应该就出现了 文字那原本的文本本本来就是 有先后顺序的 也是稍微做一下资料前处理 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弄出来 所以不需要做人工的标注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会 我们会是非监督 是学习的任务这样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会 大量的让模型去学习 各种的文本资讯 好好学习个三天三夜 那再来呢 这个时候其实模型的参数 已经被调教的不错了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的 命名实体识别这个任务 去做模型参数的微调 那所以我们就拿出 我们刚刚标注好的x跟y 也就是刚刚的医生主研 跟他们相应的标签 丢进去模型 去让模型去微调参数 找到x跟y之间的关系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上 我们怎么去解决 命名实体识别的整个框架 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许多医生的主研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写法 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 有可能在这里 原本这里就有急诊 但是有些医生可能会写入院急诊 那这个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这个西元2019年10月5日 它其实有两个意思 也就是标签 以标签上来看的话 它可能它不只会有B急诊 也有可能是B入院的意思 I急诊跟I入院等等 也就是我们没办法用传统的序列标筑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序列标筑它属于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字对应一个标签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一个字可能有两个或是多个标签 所以 那这个是其他有可能的多含义尸体 我们会称这个叫多含义尸体 其他的翻译像是门诊手术或是入院手术 这里有一个右侧乳癌根除等等 还有这里一些东西 也都是多含义尸体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传统的序列标筑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新的框架叫做自问自答 可以看到我在医生主研 也就是这里原本是X的地方 前面多加了一个问句 标签的这边缩减成只剩三个叫做B跟I跟O 原本标签是富含实体意义的 B级症I级症等等 但是我们这边把这件事情抽离到这个问句当中 让这个问句富含实体的意义 我们举例来讲 以刚刚的例子来看 这里后面是原本的医生主研 我在前面加上一个问句或是一个命令句 请早出入院日期 那我会希望他帮我找到 第一个就是在这边有一个BII这个地方 而可以看到后面都是O 也就是都是不相干的东西 那第二个呢 我一样下了同一个不同的命令句 但是是同一篇医嘱 请早出急诊日期 他一样会在这个位置帮我标到B跟I 那后面都是O 那可以看到 透过这样的 透过问句的关系 我们可以 可以把多含义实体 透过问句把它分离开来 那第三个例子上 请早出出院日期 也可以在这边找到 就是一般的实体的 也都可以 利用这个框架而去提取出来 那可以看到说 同一篇医嘱呢 我会问好几个问题 就取决于 我有多少个实体想要抽取出来 那后面的标签就是只用B跟I跟O的方式去把它标出来 所以可以看 OK 所以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 我们质问自答跟序列标注的差异在哪里 可以看到说 X这边多了一个问句 标签呢 只剩B跟I跟O 这是质问自答 那序列标注呢 它是只有X跟Y 那这里的标签是有一个B值得I值得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小总结一下 我们实体标签呢 假设总共有N个标签 实体的数量 假设我们有N个实体数量 需要去抽取 可以看到 质问自答它的标签数量只有三个 B跟I跟O 那序列标注呢 就是2乘以N加E 就是 因为每个实体有B跟I的标签嘛 那多一个O 所以2N加E 那资料集来看呢 质问自答呢 会有N乘以M 假设M是原本的医生主研的个数 N层面就因为我们会问好几个问题 每个实体会问一个问题 所以这资料集会多了N 多了N倍这样 那这个质问自答它的优点就在于 我可以同时去处理 一般与多含义实体 那它同时也可以资料的增量 但是缺点就是它的训练时间 会增加N倍 而且它有可能会加剧资料的不平衡 那我有把这个作品呢 放到这个Report Alan Yami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我的Github 那我在实作上呢 依靠最多的就是这个HuggingFest Transformer这个套件 那这个名称 Transformer有跟刚刚的模型名称 有稍微重叠到 这可能要稍微理清一下 那实际上实作上呢 我们会先找到合适的预训练模型 我们并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个步骤 我们只要去下载下来拿来使用就好 那同样是HuggingFest 它有提供一个ModelHub 这里我放一个连结 你只要下载下来 就可以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预训练模型 那就是采用你适合的就没问题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会在Transformer这个套件 我们去 import很多个Auto Function 这个是它有去实作的Auto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去输入正确的模型名称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自动下载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模型的架构呢 它有一个Auto Function去做 那在我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是Token的Questification 所以我在这边去 也是用这个方式去处理 那第二 再来呢 我们会去整理输入值 也就是我们会把几个Embedings去做相加 那实际上呢实作上我们会去继承 TorchUtosData.dataset这个地方 来去实作这两个Function 那实际上可以在我这个Ripple的FeedProducer.py 去找到这样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微调了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预训练 整理输入值 然后就可以开始微调 那微调呢 可以看到 HuggingFest Tensor4的这个套件 它有提供Channer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Tensor4的 使用Tensor4的人呢 就可以用TFChanner 那这个Channer非常好用 它就是输入刚刚的模型架构 像是这个AutoModel TokenQuestification 就是这个地方 那资料也可以出入资料集 这里 这里的地方 那训练超参数就是去做一些 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那再来是双分机制 如果以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主题来讲的话 就是Precision Recall F1 Score 那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像是 我们 可以去根据我们下游的任务 像我这个是秘密实体识别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情感分析 文本分类 或是文本生成等等的 问答等等的任务 我们可以去设计 你想要设计的模型架构 那所以 其实这个AutoModel TokenQuestification 其实不一定要引用 这是它已经写好的 就是非常general的东西 那如果你要客制化的话 你可以 自己去继承 这个Transformer底下的 XX pre-chain model XX就是 有各式各样的模型 那其实 你也可以 从我这个report去找到 那再来呢 你可能会 像我可能会 然后就遇到资料级不平的问题 那我可能做的做法就是 采样 用不同方式的 不同的采样的策略 或是我去调整 损失函数 或是正责化等等的 那挑 挑选这个任务 合适的度量痕跟指标 那这里我就会是使用 Position Recall 跟F1 那再来就是 调整这个超参数 那这有好几个 可以供使用 那再 可能有一些训练模型技巧 那其实这些都不需要 自己太担心 因为这个channel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这样就可以 微调你的任何任务 好 那以上这个演讲 我有写成论文投稿到Rocklin的 研讨会 那我这边稍微 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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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 就是我有把资料集稍微分成 呃 两个资料集 一个是一般实体的资料集 也就是完全没有多含义实体的资料集 另外一个呢 有一般也有多含义实体 那我这边称 一般实体就flatne 那有包含多含义 跟一般的就是nastyne 那一组数量呢 呃 这边一般实体就4300多则 那另外一个是将近8天则 那每篇一组平均字数 大概是70到76个字 这样 那可以看一般实体的数量2万多个 那在这边有4万多 多含义实体有大概7000个 那这个是我的这个成果 我们先先不看这个buyerSTM 我们就只看第一个BURG跟BURG QA 这BURG QA就是我刚才说的自问自答 那第一个呢 就是序列标注的方式去做的 那可以看到原本的这个地方呢 flatne 我想要呈现的就是 我这个框架 它虽然资料会有可能会更加去 会不平衡 但是在处理上并不会落差太多 可以看到大概将近是95分 没有落差太大 也就是代表我这个自问自答的框架 是有助 仍然可以解决原本的问题 那再来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一样了 在我的BURG QA呢 这个自问自答呢 它在处理 有多含义实体的制造机 它表现是更好的 那我这边有稍微做一个小小的demo 这样给大家参考 那这个虚线呢 我会放上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 有入院急诊这个例子 那左边呢这个就是序列标注 也就是急诊日期 我们会预期它会标出这个正确的地方 出院日期 闷诊日期 那右边的是自问自答框架 我们会期待多一个入院日期的东西 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只有急诊日期 那这里多了一个入院日期 这样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这个东西有取得专利 在E组 可以这边搜寻E组资讯 截取系统 那我有论文的发表 有投稿到Rocklin 2021年 这个 那在圆马的开放 可以从我这个EHRN ER 这边去找到这个东西 那实际上我这个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有搜索到有很多文献 那我找到一个我觉得最适合的方法 那一开始有堆叠法 也就是从外置内 或是从内之外去提取实体 再来是图谱法 然后区域法 也就是先找出所有可能的实体位置 再赋予那个实体的标签 那最后呢有一派人都是使用问答的框架 去重新塑造所有的NLP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还蛮新颖的 而且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采用这个方法 那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reference 那投影片可以在这个link可以找到 如果觉得我不错的话可以点赞 那如果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些地方联络到我 那接下来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可以要询问的 那我们谢谢嘉伦先生带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从第一题开始问就是 急诊病例与一般入院病例的疏险模式会稍有不同 请问这方面有什么insight可以分享吗 实际上如果说要用我的这个自温自打框架 或是序列标注方式去解决 像是一般入院病例疏险模式的话 其实通常我们还是会去 其实我不确定一般入院病例疏险模式会是 会是什么样子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是去看到这个资料之后 我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分析等等 那以我这个方 以我这个的 这次演讲我们是以诊断证明书来讲 所以有后续的各种的方式去解决 那我不确定一般入院病例疏险模式是什么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好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是 有尝试过自问自答用不同的token吗 比如说只使用住院或是急诊这样一个词 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我的问题 不是请早出入院日期 而是只有入院日期的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使用不同的token 好我假设是这个意思好了 事实上我在做的时候只有 我的问题其实只有 只有 那个实体标签的 中文名称也就是 入院日期 然后后面就是 原本的医生主研 然后可能急诊日期 然后后面都是接医生主研 然后以这个为资料 去丢到模型里面 所以其实我 有稍微去尝试不同的问题 可能可以提取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对那实际上呢 其实因为这个效果没有落差太大 所以就是用非常最简单的 就直接是实体的名称 中文名称 直接当做这个问题丢进去 那细节可以 可以到我的刚才那篇论文可以 可以看到更多细节这样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资料不平衡是什么意思 会造成什么影响 OK 就是呢 其实原本在做序列标注的时候 就有 资料不平衡的地方了 因为像是 急诊的标签的数量 不太可能会跟门诊的标签数量 一样 或是手术的标签数量 所以他们在 资料的标签上 就本来就不一样 而且另外的就是 可以想象大部分的标签 应该都会是O 也就是 不是我们想要提取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原本的序列标注 就会有资料不平衡的问题了 那再来就是 转换到我这个自问自答里面 为什么我会说是 可能会加剧资料不平衡的状况呢 因为 我们把原本的标签的意义 放到了问题上 那剩下的标签只剩下三个 B跟I跟O 所以可以想象 O的数量可能会急剧的增加 同时呢因为 我的资料集会 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的资料集会 会变成N乘以M 自问自答框材会变成N乘以M 也就是说 一个医生主研 我会同时问好几个问题 所以导致这个资料不平的状况 那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也就是我的模型的收链状况 就会非常的不好 那实际上我有做了好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尝试 我去更换我的Loss function 变成Focal Loss 或者是各种的有加选过的Cost Entropy 另外其实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采样 也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资料集大部分的标签都把它删掉 或是另外一个方式是我把比较少的标签的都把它增加 这是不同的方采样的策略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了解 好 那还剩下一点点时间 就是如果两个问题预测结果都很高 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某个日期被预测成急诊跟门诊同时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也就是这个模型高机率认为 这个实体它有两个意义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用两个问题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实体有可能 举一个例子 病患于西元2019年10月5日 急诊又门诊 那也是这个实体有两个意思 多含义的意思 那我透过问了两个问题 模型帮我出来的好几个结果 那这些结果我会把它收集起来 当成这一片医生主研的结果 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呢 是也就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我希望它能够达到的达到的成果 因为同一个实体有可能就是两个意思 这样 了解 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刚刚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张又伦先生我们带来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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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